还原案发现场 揭开案件真相 鲜血背后是人心难测 罪恶尽头是天理昭彰 欢迎大家收听大案纪实录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公安作家金顿文学奖获得者胡杰编写的 破案纪实文学西安大案 嫂子 开开门 门外是一个女子带着哭腔含混不清的声音 而这门却明显是在用脚在敲 大热的天谁这么烦 放下手里的遥控器 琉璃春懒洋洋的起身去开门 可门刚开到一半 她就瞎的一声马上又重重的关上 眼前的情景惊得她头皮发麻 对门住的那个漂亮姑娘被人用胶带封住了嘴 反捆了双手 此时就站在她的门前 楼道里那个姑娘在绝望的哭着 这哭声让刘丽春渐渐地回过味来 她打开门让姑娘进来 帮她撕开嘴上手上的胶带 姑娘搂住刘丽春 像刀子一样尖锐的哭声 让刘丽春的大脑一片空白 2000年7月20日下午 发生在仙市碑林区 东县门住宅小区的这起抢劫强奸案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面对柏树林派出所的民警 惊魂未定的妮子姑娘 极力回忆那个年轻人的体貌特征 她是大眼睛 竖长脸 留片分头 身高在1米7左右 看上去有25岁 哦对了 这个人好像被有点拖 妮子说 这个人起初给她的印象还挺朴实 绝对不像坏人 下午4点 妮子正准备出去游泳 听到敲门声 隔着房道门 一个穿蓝色短袖 身灰色裤子的小伙子站在眼前 她的手里还拿着一把钳子 一把螺丝刀 我是物业办的 楼下说你家漏水 提意见呢 我来看看 妮子甚至认真地看了看小伙子的工作证 那是一个红色的胸卡 在她的衬衣上端端正正地憋着 上面职业的一栏里 填着小区物业管理维修员 有编号 有照片 写着李海君的名字 于是妮子就开了门 这个人先去开了卫生间的门 妮子养的那条花瓣狗 好像并不好客 冲着来人吠叫着 哎呦 快把狗关起来 哎呦 我怕狗 妮子便把狗关了起来 李海君这儿看看 那儿悄悄 确信 妮子的房间里没有漏水 提出 让妮子自己检查一遍 墙皮有没有脱落起皮 再给她打一个 我家没有漏水的条子 妮子正在写字 猛一抬头 一把菜刀 已经凉刺刺地 搁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你别喊叫啊 小心我把你杀了 我是来求财的 给钱吧 来人已经胸向壁楼 要多少 十九岁的妮子姑娘 吓得浑身打颤 你随便给吧 此人说的是普通话 口气像个好说话的生意人 妮子从钱包里 抽出了五百元给了她 但这显然打发不了来人 她把妮子逼到了卧室 一拳将妮子打倒在床上 然后用胶带封住了妮子的嘴 并且反绑了妮子的双手 可别亢气啊 小心我毁了你 此人用菜刀压住妮子的脸 另一只手就掀起妮子的裙子 上上下下地摸起来 我 我有性病 不行 你看那儿有药呢 缠着胶带的嘴巴说话不方便 但妮子撒了这个谎 却最终救了她 此人果然对她没了兴趣 从床上下来 开始专心地翻妮子的钱包 妮子最后的一千元钱 和一部诺基亚的8210手机 装进了她的口袋 临走 此人还没忘记 问她要走了充电器 民警在妮子住的那栋楼的下面 找到了李海君的红色胸卡 证件当然是假的 上面的照片已经死掉了 民警还是小心地把它收了起来 十年之后 朱玉龙仍固执地认为 十三岁时 他深夜在那座破庙里听到的声音 是狼的嚎叫 那座破庙地处关中平原的京阳县 如今狼已经快成了珍稀动物 照贾平蛙怀念狼的说法 自然状态中的狼 连秦岭深处的商周都绝了肿 那么1990年的初冬 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 哪还有狼呢 但那个寒风彻骨的夜晚 十三岁的少年龙龙 的确听到了那种声音 落难破庙时 龙龙已经离家出走近二十多天了 从大理县张家乡朱家村 跑出来的时候 他拿走了家里的二十元钱 他可以想象得出 大掰要是把这笔钱 被他弄走之后 一定在跺着脚发誓 一旦找到他 就要把他的皮剥了 就像剥农咸时捉住的 一只野兔一样 龙龙没打算 也不敢再回去 尽管他这一天 已经花完了最后的几毛钱 在龙龙的家乡 人们管爹叫大掰 但龙龙的大掰 并不是他的亲爹 后来他才搞明白 自己是在四五岁时 被大掰抱回来的 原因是 大掰两口子 久婚不育 有了绝后之忧 龙龙至今也不知道 自己的亲生爹妈在哪 但在大掰家里 他也曾经受到过宠爱 尽管这是一个 并不富裕的农家 可龙龙的好日子 没有能够持续下去 七岁的时候 养母生下了自己的儿子 这就让龙龙在这个家里 成了个多余的人 每天放学回来 他放下书包 就得抱娃 弟弟一哭 大掰的大巴掌 就会轮圆了 抽在他的脸上 书没念好 没考上中学 大掰又是一顿臭揍之后 告诉他 他是个抱养来的娃 原来自己是个 没爹没妈的孩子 躲在没人的地方 龙龙不知流过了多少眼泪 最后 大掰还是让他上了初中 龙龙哪儿还有心思念书呀 初一上半学习没上完 他就跑了出来 他不愿意 再赖在这个家里受气 此时 流浪儿龙龙 已经脏得分不出眉眼了 夜晚四面漏风的破庙里 他蜷缩着身体 睡在冰凉的地上 尽管穿着棉衣棉鞋 仍冻得浑身发抖 而肚子里 早已经是鸡肠碌碌 陪伴他哭泣的 只有呼啸的寒风 从来没有要饭吃的经历 内心十分自尊的少年 伸不出向人乞讨的手 他就这样在破庙里躺着 觉得自己可能就要死了 低时未尽的日子 也不知过了一天还是两天 他走出了这个破庙 来到京阳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 一个老奶奶 没有嫌弃她的肮脏 把她让到家里 给她端来了一大碗稀饭 和两个馒头 看着她狼吞虎咽地吃下 临走 老奶奶还给了她一块钱 依旧住在破庙里 但乡村少年龙龙 已经沦为了一个乞丐 七天后 他在京阳县城的一家小饭馆 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 龙龙不再挨饿 尽管这会儿 从早忙到晚 让他好像永远都睡不够 一个月后 龙龙像做梦一样 领到了自己平生第一笔工钱 这无事员 他一个字也舍不得话 冒充物业管理人员 在居民小区进行抢劫强奸的案件 接二连三的在 北林区的南越门 南大街 百树林等地区发生 居民们人心惶惶 妇女 孩子 大白天也不敢单独待在家里 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被一传再传 亲友们相互提醒 遇到物业人员来家 不要轻易开门 然而 妮子这桩案子 既不是开头 也不是结束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丁小蕾 正在西安找工作 他住在德福像居民小区的一个单元房里 一天下午两三点 一个穿深蓝色衬衣的长脸小伙子敲门 说是物业办的 来查他家管道是否漏水 同样是出示证件后进屋 这儿看看 那儿敲敲 然后从厨房里拿出把菜刀架在丁小蕾的脖子上 逼他脱光衣服 将他强奸 男人可都记会这种事 揣着丁小蕾的现金和手机 此人临走时这样对丁小蕾说 他希望丁小蕾不要将刚发生的事 告诉他的男朋友 郑海荣二十岁 外省某制药厂的推销员 在钟楼小区租房住 同样一个长脸年轻人 骗开了他的房门 并且用菜刀把他逼进卧室 反绑双手将他强奸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此人是在郑的体外射得惊 并且从柜子里摸出了 郑男友的袜子 仔细地把地上的绘物擦拭干净 这次 色狼从郑海荣家里 只弄到了一部手机和七十元现金 根据受害人们提供的情况分析 色狼是一个身体较瘦 个子也并不高的人 但此人的胆量却非常大 房间里如果同时有两个女人 他也照样赶下手 在卢荡巷的小区 两名化妆品推销员被他反捆在床上 此人用菜刀割开两人的上衣 准备实施强奸 是外面的一阵脚步声 让他最终改了主意 仅仅抢了两个女子的钱财 面对色狼的淫威 也不是所有受害人都任他蹂躏 在宝鸡巷小区 色狼面对的是两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柔弱女子 她用被子蒙住一个赵姑娘的同时 对张姑娘实施强奸 因为这两人太不足距 这次色狼没有绑他们的手 被色狼压在身下的张姑娘努力在床上摸着 终于摸到了色狼刚才握的那把菜刀 张姑娘毫不犹豫照着色狼的后背 就是一刀 并且高声叫喊同伴赵姑娘帮忙 色狼痛得惨叫着从床上跌落到沙发上 接着他顾不上提裤子 扑上来夺过刀 向张姑娘的大腿内侧猛砍一刀 来人呐 这里有强盗 快打110 臭姑娘冲到阳台 向外大声的叫喊 对面楼上一个中年妇女听到声音 马上回房间拨打电话 色狼提起裤子 仓皇逃下楼去 犯罪嫌疑人的年龄 体貌特征相近 都说普通话 头上都打了摩斯 更重要的 使其作案手段相似 连进屋以后对受害人说的话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几起案子被合并在一起 碑林分局局长吴克高 副局长胡建成 专门布置了全分局的夏季反抢专项工作 从刑警大队到各派出所都参与到这起案件的侦破中 刑警队长出身的白树林派出所所长白保罗对这起案件更是极为关注 他手下的民警 他手下的民警董志员李伟令被抽调出来 专人专车投入此案的侦破工作 十六岁时 建筑工地上的民工龙龙 在很用心的做一件事 学说普通话 当时他随建筑队 打工来到了宝基 这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个大城市 生性敏感的少年很快发现 说乡下土话和说普通话 是人们区分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最直观的标志之一 而同样一件事 哪怕是问路这类小事 城里人和农村人所受到的待遇常常是截然不同的 龙龙还没钱让自己的穿着像城里人一样入食 但他却开始用心的学说普通话 这个时候龙龙已经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小收音机 晚上躺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 龙龙最大的兴趣就是听收音机 他爱听电台里播的那些流行歌曲 也爱听播音员说普通话 他的普通话可以说就是跟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学的 后来许多被看人在回忆他的声音时 都说他的普通话很标准 甚至不像是本地青年一样多少带一些本地墙 尽管书没有年多少 但龙龙的脑子绝对够用 在京阳洗了一年多的碗 他就发现还有更挣钱的打工方式 于是他毛随自建到一个又一个的建筑工地当小工 终于找到了两百元一个月的活 尽管这工作比洗碗还累 但收入却是洗碗的四倍 于是龙龙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打工生涯 离开京阳 他先后去过画阴 魏南 三元 宝鸡 最后到了西安 十八九岁时 他曾经着模一样的羡慕人家参军的同龄人 他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当兵回来 他借了人家的军装 照了一组照片 后来在追女人的时候 他曾经以这些照片为证 向别人说起自己当兵的经历 开口闭口 自己的战友如何如何长短 这个时期 他的另一个爱好是读古龙的武侠小说 在宝鸡的一些低档的舞场 他学会了跳舞 和生人 特别是女舞伴第一次打交道时 他常常会本能地用普通话告诉人家 自己在某家体面的企业当保安 这段时期 龙龙还保持着他农家子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他最大的快乐源泉 来自他个人财富的积累 从洗碗挣来的五十元起步 最多时 他银行的存折上 曾经攒到过四千元 打工攒来的辛苦钱 他舍不得乱花一分钱 直到后来来到西安 见到了更大的都市 他才发觉 自己挣的钱原来那样少 西安城繁华 西安人也有钱 花起钱来那样的大方潇洒 这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自卑和压抑 眼里过来过去都是有钱人 这最终让他的心里不再平衡 你的手机还在用着呢 尼子的朋友小孟打电话告诉他 这让尼子和办案的警察都很意外 此时是尼子在家被打劫的三天之后 小孟是尼子无话不说的姐妹 尼子差点被强奸的事 他知道 这天 小孟的手机响了两下 结实对方已经挂断 调出呼噜的手机号 小孟大吃一惊 尼子的手机不是被抢了吗 号码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的机子上 小孟头脑挺冷静 没有马上把电话回过去 而是立即告诉了尼子 警察分析 一定是持级人错误的按了一次重拨键 才有了这样一次呼叫 经过摸派调查 民警们把注意力 最后集中到了北院门的香巴拉美容美发院 女老板阿湘的电话机 是一个能够显示来电号码的无声电话 一天晚上 阿湘在店里接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听到阿湘 唯唯的喊叫声 对方却一声不吭 一个小时后 当这个电话再次打来时 阿湘在台里上随手的记下了那个电话的号码 民警们发现 这个号码 正是尼子的那部仍在使用的手机号 使用手机的 很可能就是那个色狼 色狼为什么往这打电话呢 他究竟是要打给谁呢 通过对店里七八个服务员的挨盖调查 民警们分析认为 负责盘头洗头的白水箱姑娘金凤 很可能就是电话要找的人 照金凤描述的样子 和他来往较多的有两个小伙子 体貌特征和色狼都比较接近 经查 其中一个叫做万林 在白水县卖肉 很少来西安 而且也不会说普通话 被排除 另一个名叫喜忠 在雁塔区一个他割开的制冷公司帮忙 长期活动在西安 说普通话 差不多越描述越像 于是民警让金凤把他约出来 让妮子当场进行辨认 西安石油学院附近 妮子和民警在一辆路边停放的出租车上 金凤果然约来了喜忠 但他却错误地领会了民警的站位要求 结果妮子只能看见来人的背影 就是他 没问题 民警拔枪正要往外冲 妮子马上又叫了起来 嗯 不对 不是的 原来 那个名叫喜忠的小伙子 这时才转过了身 妮子终于看清了他的脸 1991年的春节 也就是离家出走后的第一个年 龙龙心里还是回了家 大过年的 饭馆关了门 龙龙没地方去 再说 毕竟第一次出门 龙龙的心里还是猫抓一样的想家 于是他花了不少钱 买了烟酒和糕点 出席的下午 他还是硬着头皮回了家 大白这次没打他 但是无论看到龙龙 还是龙龙提来的东西 他都是冷冰冰的 像一滴油落在了一盆水里 龙龙已经完全不属于这个家庭了 这天晚上 朱家村的爆竹放的特别多 特别像 但这个声音是别人家的 和他毫无关系 龙龙觉得这个年过得索然无味 只在家里混了两三天 他就又去了京阳 起初 村上还有一些伙伴 能和他玩到一起 再往后 由于回朱家村的次数越来越少 龙龙和那些伙伴的共同语言 也就越来越少 到十七八岁以后 朱家村对他就不再有任何的意义 从那时起 他就一次也没有回去过 龙龙打工挣下的钱 积攒到四千元时 他在西安西门外的一家大众舞厅 认识了在那里的打工妹李莲蓉 李莲蓉家在白水县 虽是农村姑娘 却长得很白 笑的时候 左边脸上会有一个酒窝 这个酒窝对龙龙来说 简直有勾魂射破的魔力 就这样 龙龙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恋爱 当然 一个工地上的小工 是配不上这样一个漂亮姑娘的 龙龙自保家门时 告诉李莲蓉 他在一家酒店当保安 是个转业军人 在外边流浪的时间久了 龙龙早已养成了 张嘴就冒瞎话的习惯 没过多久 李莲蓉也就喜欢上了这个 脑瓜灵活 出手大方的为难小同乡 等两人终于一起住进了 一家小旅馆之后 龙龙告诉李莲蓉 他其实是个工地上的民工 我不嫌疑 到了这一会儿 李莲蓉已经准备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了 有一阵子 龙龙还在黄雁村租了一间民房 就为了和李莲蓉约会 俩人有空的时候 他们会在这里一起生活做饭 把寒冷的冬天 过得有滋有味 这段时间 龙龙曾经十分渴望 能有一个家 把这样的日子进行下去 但是 龙龙的初恋只进行了大半年 有一天他来到那家舞厅 那里的人告诉龙龙 李莲蓉被他家里人领走了 去哪儿不知道 显然 他的家人 对他有这样一个男朋友 并不赞成 打仗以后 龙龙也就再也没有见过李莲蓉 而他的积蓄也花得只剩下千半元了 香巴拉美容美发院的金凤姑娘 向民警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那个神秘电话 很可能是打给方方的 有好几个小伙子都在追方方 有的来过店里 他们也打过电话找方方 据女老板阿湘和服务员们回忆 常来找方方的主要有三个小伙子 这三人的体态个头都差不多 方方以前在一个名叫白鹅的美容美发电干 这几个人都是他那会儿就认识的 来得最早也最多的是蓝天然小胡 小胡好像是个勺少客 在一个饭馆掌勺挣钱不少 对方方十分的殷勤 可方方对他却是最冷淡 第二个追求者也姓胡 据说是在西安西站上班 另一个小伙子叫龙龙 龙龙像是个城市青年 方方对他似乎也最热情 可有一次 龙龙在这里理发 居然对给他洗头的一个姐妹动手动脚 那个女子当场叫了起来 方方知道后和龙龙吵了起来 这龙龙脾气也是不小 居然踢了方方一脚 这事发生在1999年的夏天 打这以后 龙龙也就不曾来过店里 俩人似乎也是断了联系 可是方方几天前已经离开了香巴拉 只有找到方方才能摸牌那几个小伙子 但店里没人能说得上方方的家究竟在哪 方方在西安有个姑 住在东门外的孟家巷 我和他一起去过那儿 7月28日 金凤国真领民警找到了方方的姑姑 第二天 阿湘接到了方方打到店里的电话 看来他姑姑已经把话给他烧到了 公安局找我干啥 电话那边 方方显得很事不安 打工仔龙龙 最后一次领到工资 是在1999年的春节前 那是在小寨施工的宏达建筑公司 老板是个河南人 龙龙领到了他最高的一次工资 一共五百元 从这以后 他就再也不曾摸过瓦刀铁仙 流过劳动的汗水 手上已经没有多少的积蓄 他是怎么度过后面的许多日子呢 龙龙对此羞于对人说什么 仍像过去那样去歌舞厅跳舞 但龙龙这时已经不再是去消费 而是去挣钱 昏暗的灯光下 他的西装的质地是什么 已经没有人在意 他常常坐在歌厅的一个角落 品着手中的一杯茶水或者啤酒 注视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孤身女人 龙龙常去的歌厅 是一家压门常去的地方 在这里 左台小姐反而没什么市场 确定目标 龙龙就彬彬有礼的出现在那个女人的面前 友好的邀请人家跳舞 不管那个女人多胖多老 只要她愿意 她就会把她搂得紧接的 一次 一个差不多能当她妈的女人 领她去外面 开了一个房间 说好完事给她六百元 可龙龙却最终没能满足人家 最后接连又有几次 她好容易拉到的生意 都这样黄了 如果这事我能干得下去 我就用不着抢人了 后来面对沈她的警察 龙龙这样总结自己 直到认识了理发的方方 龙龙才彻底淡忘了李莲如 那时 龙龙和别人一起在丹尼尔小区租房住 而方方打工的白额美容美发店 就在小区的旁边 方方让龙龙动心的 是她那双和李莲如几乎一模一样的眼睛 但方方可比李莲如凌多了 她和龙龙出去跳过舞 吃过饭 却没给龙龙得手的机会 到香巴拉出了那件事之后 方方也就不再理她了 过得怎么样 歌厅里 比她大不了几岁的老赵问她 老赵和她的工作方式不大相同 不在歌厅里守目标 而是从外面带女人进歌厅 当然这带来的女人 差不多回回都不一样 看起来生意不错 不怎么样 龙龙差不多连吃饭的钱 都快成问题了 马无夜草不肥 人无外财不富 老赵告诉龙龙 有人冒充物业人员入室抢劫 得钱特别容易 龙龙什么也没说 嘴角扯了一下 算是回应了这位鸭同行 老赵的话 却让她想了不止一个晚上 民警说 龙龙叫什么名字 哪里人 方方说 可能叫朱祥龙 也可能叫朱玉龙 大里人 至于年龙嘛 可能他属龙吧 要不怎么叫龙龙呢 其他的情况 我差不多什么都不知道了 方方说 龙龙的背略有点驼 这个特征和受害人们提供的情况 十分的温和 在个子不高的人里面 看起来背有点驼的人 并不是很多件 和方方在一起时 龙龙挺滑 不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也不说家在哪 在哪上班 很熟之后 他才套出 龙龙是大里人 这样 警察寻找龙龙的工作 就差不多成了大海捞针 龙龙会说普通话 但和方方在一起时 他也说 为难口音的陕西话 于是 民警首先到省公安厅 查阅户口底 然而 一些外地市人口管理 尚未使用危机 民警们 只好再到 先市公安局查询 朱祥龙 朱裕龙 找出了不少 但没有一个 与龙龙接近 方方很肯定地说 龙龙当过兵 龙龙常说起 他的战友如何如何 甚至还让他看过 他当兵时拍的照片 民警推测 龙龙如果属龙 今年就应该是24岁 按照正常情况 他应该在18岁入伍 20岁退伍 来到了大力县的人务部 民警董志远李伟令 调来了1993年至1997年 大力全部应征入伍青年 共700多份的档案材料 但毫无结果 两个人又不死心 又把所有姓朱的 全部查了一遍 可惜有的是档案不全 有的是没有照片存档 依旧没有结果 在此之后 他们还去大力县公安局 卫南市公安局 查询了有关的人口档案 但都是乌工而返 龙龙如同隐身人一般 2000年的三月初 为了实施抢劫 朱玉龙做了如下的准备 照了一张证件照 然后在街上花五毛钱 买了一个红色的空白胸卡 忽乱的填上一个名字 并在单位一栏填上了 物业管理维修员 并且乱写了一个编号 再贴上自己的一寸彩照 在西大街 他买了一卷 十公分宽的白色透明胶带 揣在裤子口袋里 三月七日这天中午 龙龙选择了 下家十字小区下手 已经过了十二点 这个时候 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女人在家 那么整个中午 大概都不会有人回来 越是这个时候 人们对外人登门 也就越不在意 这样龙龙做贼心虚的 敲开了五楼一户人家 开门的是一个少妇 瘦瘦高高的 很白保养的很好 她穿一件粉红色的睡裙 脸上的神色 像刚起床不久 物业公司的 楼下说是你家漏水 我过来看看 朱玉龙尽量让自己显得震惊 不成功的当压经历 还不曾改变她的形象 这时的她 身上穿着一件 档次很低的蓝色西装 脚上一双皮鞋 沾满了泥 给人的直观感觉 仍像是进城打工的农民 隔着防盗门 少妇上上下下地扫了她一遍 最后看了一眼她的胸卡 让她进了屋 这人留三七开的分头 眼睛大大的 双眼皮 看上去还比较善良 不像是坏人 后来 少妇汪莎莎 像警察这样描述 她对此人的第一印象 小伙子在卫生间里 这儿看看那儿悄悄 然后告诉了汪莎莎 你家的卫生间的管道渗水 要不过两天我再来修 过两天我就不在这儿了 要修你就快点 汪莎莎在深圳工作 这间房子是她租下来的 临时回来住几天 说这话时 她也没有进卫生间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森楼 十几分钟后 那个小伙子又来敲门 说是再看看卫生间的墙皮 是不是掉了 汪莎莎把她让进房里 此人看了看卫生间 突然说 卧室掉了墙皮 等汪莎莎进了卧室 一把菜刀就架到了她的脖子上 我 我给你钱 汪莎莎把钱包里的四千多元 全部掏给了朱玉龙 朱玉龙右手握刀 左手却掏出了一只 二两装的二锅头酒瓶 拧开盖后 喝令汪莎莎喝下去 我不会喝 汪莎莎差不多是在哭着求她 我在你脸上划上两刀 你就会喝了是不是 朱玉龙一脸的杀气扬起了刀 就这样 汪莎莎一口一口的喝完了那瓶白酒 又被逼着脱光了身上的衣服 朱玉龙用胶带反绑她的双手 开始在她的身上乱摸 我老公马上就要回来了 听到她说这话 朱玉龙才住了手 这以后 朱玉龙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开始接二连三的做起了案 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色狼 方方一直在搜藏瓜度的回忆 隆隆的有关情况 8月1日这天 方方告诉办案民警 她找到了一年前 隆隆留给她的一个传呼号 不知有没有用 民警分析认为 打给香巴拉发廊的那个神秘的电话 就是隆隆所为 这个电话很可能还会再打来 果然 8月1日晚上8点多 女老板阿湘再次接到了 那个神秘的电话 对方只微了一声 听到阿湘的声音就挂了电话 10点10分 电话再打过来 阿湘已经有了主意 你是找方方吧 她正在洗澡呢 你是谁啊 我一会儿告诉她 我姓朱 我等会儿再打吧 真的是隆隆 民警马上告诉阿湘 再接电话 如此这般 11点整 隆隆的电话又来了 阿湘告诉她 方方刚刚出去了 可能是去吃夜宵了 你给她打传呼吗 不知道 那我跟你说 你借 隆隆这才发现 方方的女老板 原来这样的热情 这个时候 方方其实 已经在东关 她的姑姑家 当晚11点45分 方方接到了 隆隆的传呼 怕姑姑知道这档子事 她没有给她回电话 2号中午 民警指示方方 马上从香巴拉 给隆隆回传呼 结果 隆隆电话 很快就回了过来 我在菊花园 咱们出去玩吧 店里正忙着呢 等我闲下来 再给你打电话吧 这边 民警让方方 欲擒故纵 下午4点 仍在店里 方方打电话 告诉隆隆 她现在有空了 让她来店里 隆隆果然答应 北院门的香巴拉 美容美发店的门前 白树林派出所 强新伟副所长 把她的几名部下 做了分工 民警孙新良 带着受害人妮子姑娘 在附近停放的 一辆车里等着 目标出现后 马上进行辨认 董志远 李伟令 埋伏在店里 只要妮子这边一点头 笼笼进店 马上对她实施抓捕 强新伟 则站在店外面的街道边 随时应付不测 四点三十分 龙龙突然打来电话 告诉方方 她不进店里了 让方方马上出门 再看外面的车里 妮子在冲他们点头 手指指向马路对面 龙龙来了 但董志远 李伟令二人 却不能马上的往外冲 狡猾的龙龙 如果看见方方后面 跟着两个男的 还不马上就跑了 方方出了店门 向马路对面 一个小伙子迎去 强新伟 一把将此人抓住 大街上 两人展开了搏斗 董志远 李伟令和车里的孙新良 同时向此人扑过去 恶贯满盈的朱玉龙 终于被抓获 不断地有受害女青年 来到了白树林派出所 他们从刘志实力的七八个人中 一眼就认出了色狼龙龙 在这里再次见到他 他们每一个人都十分地冲动 有的女青年 情绪激动地失身痛哭起来 一看到他 郑海荣浑身发软 当场晕倒 他的男朋友 怒不可恶地扑上来 要打他 被民警们死死地抱住 尽管四个民警抓捕他 龙龙仍然进行了死命的反抗 咬伤了李伟令的手 抓破了孙新良的胳膊 自知罪孽深重 龙龙以沉默回答民警的提问 偶尔神经质地笑一笑 如果民警一指他 他的嘴里就会发出枪响一样的喷声 深夜 他趁人不备 猛然一头撞向玻璃门 哐的一声 整片的玻璃被撞得粉碎 民警耐心地擦去 他额角的血迹 朱一龙终于是一声长叹 开始交代他的罪行 民警们争分夺秒的审讯 持续到了八月三日下午 害怕龙龙再进行自残 民警把他的双手分开 靠在了两条床腿上 一夜没睡 朱一龙显得无精打采 民警问一句 答一句 可听到院子里有动静 他却变得极其的亢奋 拼命地想从地上站起来 使劲伸长脖子往门外看 我当时又有人来辨认我了 再次安静下来 朱一龙这样说 没人知道他此刻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好奇 还是恐惧啊 难怪无论民警下多大力气 都查不到朱一龙这个人 事实上 朱一龙根本就没有办过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 给他的打工生涯带来过一些麻烦 一些建筑工队不要他 而肯要他的地方 又不会给他烧好点的待遇 在大白的眼里 他只是一只喂不熟的狗 所以最终他放弃了办一个身份证的打算 两年前 他在魏南的街头 花了五百元买了个假的汽车驾驶证 从此带在了身上 充当身份证 他住店之类的事都凭的是这个东西 在整个西安市 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 他像一个隐身人一样 存在着 威胁着这座城市 当了强盗 手上有了大把的钱 他过上了从前梦寐以求的生活 他用摩斯把自己的头发竖起来 像个新潮的城市青年一样 腰里别着手机 BB机 口袋里装着驾驶证 下饭馆 炮酒吧 西安最火的明氏迪巴 中国城爆吧等 都是他经常出没的地方 碰到胡鹏狗友 他一高兴就给别人统统买单 只要嘴馋 他也会一头扎进一个火锅店 一个人 要上一桌子的菜 慢慢的涮 朱宇龙 朱宇龙 只需要不断的抢到钱 7月20日 他之所以在做案一天之后 马上又下手抢了妮子 是因为他在中楼小区强见了郑海荣之后 只抢到了70元钱 朱宇龙 他对方方倒是动了点真感情 他之所以一再的打电话 就是想碰上他接电话 对他说声对不起 哄他原谅自己 始终没得到他 他总觉得不甘心 此时此刻 你最想念的是什么人呢 临结束采访 记者这样问他 没有 一个都没有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值得我牵挂的人了 说这话时 朱宇龙显得十分的平静 仿佛是一个冷血动物